大家好,我是東雲走橋的鮑勃 德島跟愛媛為四國兩個相連的縣 德島的名門倭巢以及愛媛的道後溫泉 都是世界有名的觀光景點 但除了大景點以外 大家是不是也想要體驗一下當地人才知道的私房景點跟美食呢? 鮑勃帶大家用10分鐘左右的時間 淺嘗一下德島愛媛的五天四夜遊 資訊量很大,請大家做好筆記哦 台灣的旅客可以坐飛機到關西機場後 從高速巴士到德島車站 鮑勃從東雲出發就直飛德島機場 我們上午到達德島的第一站 就先來享受大自然的奇妙 在名門市搭乘渦潮觀潮船 觀賞名門渦潮 流速達時速20公里 直徑可達20公尺 被譽為世界三大潮流之一 搭配大名門橋真的絕景 被倭巢震撼過後 是不是飢餓感也上來了 我們中午在附近吃德島海鮮浮丸水產的BBQ吧 超爽 吃完中餐後,下午第一個行程 我們到Studio N2體驗藍染的製作 由於德島的吉野船非常適合種植藍染的原物料 讓德島成為藍染的重鎮 鮑勃也現學現賣製作一個充滿美感的手帕 當作船家之寶 如果你有帶小朋友或同心未明的話 接下來的行程就來拜訪木材玩具美術館 使用德島的木頭製作出大大小小的玩具 以及遊樂設施 看來即將邁入中年的鮑勃 是不是有點聞到屍心風了呢 今天的行程都結束了 我們第一晚下他的飯店 就在大明明橋附近的AoAo Naruto Resort 吃晚餐後早點休息吧 我們起床看個美美的海景 吃飯店早餐後開始第二天的行程 到達德島車站後 來搭乘攔戒穿小火車的觀光列車行程 火車分成室內室外兩節車廂 採用阿波蘭的色調非常可愛 跟站內的工作人員道別後 電車開始緩緩的向前進 到了石井車站後 我們轉到室外的車廂 聽著導遊講解風土民情 一路吹著涼爽的微風 看室外的美景 時不時跟熱情的德島居民打招呼 約八十分鐘的車程 一下就結束了 我們在途中的血吹站下車 我們到了卯建古屋街道散步 這也是受惠於水運而繁榮的商人城市鞋町 也是日本的重要傳統建築群保護區 路上有許多江戶時代的建築可以觀賞 十分的有歷史意義 中餐推薦道之以攔葬用餐 這裡二樓提供了德島縣當地名產 阿波尾姬蒸籠飯 雞肉非常的軟嫩 山菜跟五木飯也煮得恰到好處 美味 觀賞完歷史之後來點自然的行程吧 由吉野川歷史兩億年沖刷的大部圍峽谷 其岩巨石非常有特色 我們可以搭乘來活約四公里 時間約三十分鐘的大部圍峽觀光遊覽船 在河上欣賞峽谷的美景 沉船完後來挑戰有日本三大騎橋之稱的祖古葛藤橋 這條橋使用野生的藤蔓編織而成 每三年就需要重新編織 橋本身很容易晃動 然後藤蔓間巨人很大 距離水面有14公尺高 走起來真的驚險萬分 怕高等應該已經下了一身汗了吧 我們入住Hotel Meeting之湯 泡個澡休息 吃個鄉土會喜料理 結束今天的行程 第三天的行程我們就要來活動一下筋骨 早餐多吃一點才有力氣 我們來到了飯店附近的Forest Adventure 在美麗的森林內花兩個小時挑戰自我膽量跟體能極限 順便吸收芬多精 收尾再來個長360公尺 高低差50公尺的高空溜索 跨越祖古川 用這種方式享受這個區域的美景 再適合不過了 大量運動完之後吃點肉恢復體力吧 中午來到可觀賞大部尾峽國的Cafe & GBA 吃個中餐 包裹點的大份量山豬鹿肉漢堡真的很好吃 是城市內很少體驗到的風味 離開德島大約兩個小時 來到了愛媛的金智市 我們從Sunrise 山 租腳踏車 走來一道海峽大橋的路段 吹著海風真的很爽 如果你是愛騎車的車友 想來一場70公里的Light Hood內 導播海盜之旅 也可以入住這裡適合帶腳踏車的飯店 順便觀賞大橋美景 現在也傍晚時分了 我們就在威延武設計的龜老山展望公園 看個風景吧 晚餐與歌篷賴戶 想要來到海鮮的日本料理 想要浪漫的結束這一天 可以到毛巾美術館 看冬季現地的美麗燈飾 今晚下塌金智國際Hotel 吃完早餐 開始第四天的行程吧 回到全球首作 融合毛巾與藝術的毛巾美術館 除了可以購買跟參觀毛巾的製作過程 還有不少適合拍照打卡的景點 我們來到道澳溫泉這袋吃中餐 道澳漁的餐點是以賴戶內的海鮮 衣宇在地野菜烹調 好吃 吃完中餐就在道後溫泉區域散步泡湯一下 整修中的道後溫泉本館是這裡的地標 有漂亮中庭的飛鳥奶湯泉內部 也設計感十足 二樓有舒適的休息區域 跟重現道後溫泉本館皇室 專用浴池的特別浴室 在車站附近看列車人員 手動將少爺列車掉頭的有趣景色 周遭也有寺廟神社可以參拜 還有可以鳥看風景的足湯 丁家風格的漢堡店 跟愛媛蜜乾雙淇淋也不能錯過 在胖鴨雲珠 這家外觀看起來時尚的麵包店 買個好吃的麵包吧 傍晚來到松山地標松山城 松山城位於132公尺的聖山山上 可以利用釣魚6分鐘通往本館 天守本身為現存12天守之一 非常有歷史價值 標高161公尺的天守頂樓 觀賞西邊的瀨戶內海及夕陽 好想要時間就這樣靜止 讓我多花一點時間觀賞美景 晚餐在松山城附近享用當地知名的鄉土料理 五智喜 用完餐後回到後溫泉入住Hotel到後壓壓 順便泡個湯吧 吃完早餐我們前往松山車站 到達車站來搭乘觀光列車 一語貪物語 火車分成兩節 一號車嵌之章 是代表夕陽的顏色 二號車黃金之章 是太陽跟柑橘反射在一語貪的顏色 我們正在搭乘的大周篇行程兩個小時 可以邊看五地海景邊享受好吃的早餐 電車到達下灘站也會停一下 讓大家下車搭配美麗的車站看海景 到了一語小京都支撐的大周 現在充滿歷史懷舊感的城下丁散步 想悠閒一下的話 可以到Nippon Shot Hotel的草坪上喝杯咖啡 拜訪日本建築的金髓 與卓越美學的臥龍山莊 是一個已經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國家指定重要遺產 中午我們來到了漁河島市 吃當地超人氣鄉土料理 大眾哥蓬 猴子咪亭 鯛魚配上聖誕汁的味道真的棒棒的 漁河島市的珍珠養殖場 土居珍珠的品質聞名於是 我們最後一站就在這裡體驗取珍珠 以及見賞珍珠的行程 真的是很難得的體驗 結束了漁河島市的行程 我們由松山空港離開日本 期待下一次再訪四國吧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